你喝一碗 我没有你喝一碗 陪我干 你不想睡觉 你去上我家里 你看你喝一碗 致临时许 我们接到现局110的指令 吴城镇某村有一男子报警 称其在其他人门口 没有人给他开门 要求前去出警察看 接到指令后 我们迅速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 报警人陈某 称其因为酒后想抽烟 但是找不到打火机 在附近住户门前敲门 想找打火机 当时已接近凌晨 没有人给其开门 我们随即将陈某 送回到家中 为啥多次拨打110报警 我开始洗烟没火 因为洗烟没有火 对 我天一会打一个 天一会打一个 就是隔一会就打一个 隔一会就打一个 对啊 陈某在当日凌晨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使用两个手机号 连续拨打110报警电话 达18次 并多次谎暴虚假警情 占用报警电话线路 浪费警内资源 以造成社会危害性 当时上午 我们依法将陈某传唤至公安 执法办中心接受询问 经询问陈某对其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 并谎暴虚假警情 扰乱机关单位办公秩序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通白县公安局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之规定 对陈某予以治安处罚